这是发生在陕西省星平市的一起 强奸杀人案 本案中被害人已经年余50 却依然没能逃脱凶手的折磨 即使是死后 下体还遭到了摧残 简直是丧心病狂 事情发生在2014年的8月18日 这天上午 在外打工的小娟 早早的和母亲打了电话 说是中午就能抵达老家的村口 听说女儿要回来 母亲高局很是开心 正好电费也到期了 要去镇上交一下 等回来时顺便接上女儿 一起回家 可没想到 等小娟到了村口 再给母亲打电话时 蹊跷的事情发生了 一直就是处于那种 接听的状态 但是没人接 由于高局在电话中告诉过小娟 自己要先到镇上交电费 接完她之后还要到工地干活 所以她并没有多想 在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母亲的身影后 就独自回了家 然而一直到了晚上 小娟也没有等到母亲回来 假之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一人在家的她 此刻显得有些心慌 于是她赶紧跑到母亲 在附近打工的基建队 看看母亲是不是已经回工地了 通过询问 小娟得知 中午时分 妈妈高某的确骑着电瓶车出去了 但和她们一同行驶了一个岔路口时 高某拐进了一条小路 说是超进到去镇上办事 高某还说中午吃完饭 会继续到工地干活的 她们当时还觉得 会不会是小娟回家了 让高某临时做了改变 要知道 从基建队到电管所 骑电动车一个来回 也就半个小时 可是从小娟回家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八个多小时 高某就这样莫名的消失了 这让基建队的一些工友们都警觉起来 他们联盟组织村里人 一起沿着高局去镇上的路线寻找 很快 他们就在玉米地的一个漆黑的小路边 发现了高局当天所骑的那辆电动车 顺着电动车往前查找 有村民在一个深深的土坑里 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 一具血肉模糊的裸体女尸 双腿蜷缩着 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看样子已经死去了 由于场面太过血腥 村里的老人们将紧急赶来的小娟 给拦了下来 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警后 星平市公安局的侦察员们 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而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 被害人所处的地理位置 八月份天气正热 旁边的玉米接杆已经涨了一人多高 而那个土坑又非常的隐蔽 谁会没事大中午的往这边下逛呢 除此之外 警方在土坑的周围发现了多处打斗的痕迹 惨烈的程度让有着多年经验的侦察员都感到触目惊心 警方分析 嫌疑人应该是将高局从小路拖行到玉米地里 等实施侵犯后 再拖到玉米地另一侧的土坑里将其杀害的 可见 嫌疑人是一个十分残暴 又极度凶狠的畜生 就在此时 法医的尸检也有了结果 经鉴定 死者系机械性窒息导致的死亡 此前曾遭受过侵犯 而和以往的案件相比 这起强奸案 似乎更加的残忍血腥 因为法医在死者的职场内 提取到了男性的生物剪裁 以及大量的泥土 除此之外 在死者的身上有很多抓掐的痕迹 下身也遭受了非同一般的对待 种种迹象表明 凶手应该是熟人 而且对被害人有着极大的仇恨 于是警方决定 迅速围绕高局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希望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然而一番调查下来 警方发现高局无论是在家庭上 还是在为人处事上 都是一个极为稳重的女人 听到最多的就是本分 勤劳 善良 持家 不存在和谁有仇的情况 那么谁会对这样一个女子 下如此毒手呢 警方决定 调整侦查方向 从现场提取的物证入手 派遣大量警力 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附近的所有居民的指纹 以及脚印进行提取 很快 半个月过去了 所有的比对都已经完结 但警方依然没有找到可疑的线索 难道警方的判断有误 或者是哪里出了问题 然而就在此时 警方突然注意到了 一个叫做流龙的人 因为有村民反应称 警方两次前来走访 流龙都说自己临时有事 借机离开了 但是在警察一离开 他又在村里复现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呢 经过研判 警方确认 这个叫做流龙的男子 很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2014年9月26日 经过精心的部署 流龙成功到案 在审讯中 他几乎没做任何抵抗 很快就承认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 可是 当他说出自己的犯罪动机时 侦察员们 都不禁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难以置信 据刘某交代 他与妻子是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 硬生生地凑在一起的 婚后 两人过得并不幸福 特别是孩子出生后 妻子像变了一个人 整日不着家 两人也因此经常吵架闹矛盾 有时甚至大打出手 到了2010年 14岁的小刘不知 从哪里得知了消息 将父亲带到了母亲 偷偷居住的地点 当老刘看到妻子 和另一个男人住在一起时 心里顿时火冒三丈 他连忙跑到厨房 拿起菜刀 就将妻子砍成了重伤 于是 妻子将老刘 起诉到了法院 两人不仅离了婚 老刘还为此赔偿了不少的钱 不过 老刘妻子 并没有把事情做绝 而是将孩子让给了刘家 还答应一个月支付5000元的抚养费 直到小刘成年为止 可在刘龙看来 这只不过是女人的心计而已 孩子判给自己 他就可以在外面逍遥快活 渐渐地 他开始仇视自己的妻子 可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往后 他就把这种仇视的心理 逐渐放大到所有女人的身上 于是 一个恐怖而扭曲的思想 伴随着这个男人 度过了两年艰难的日子 为了消磨时光 他还沾染了赌博的恶习 将前妻支付的抚养费 都当成了自己的赌资 到了2014年6月份 孩子已经成年 前妻也不再往他的卡里打钱了 这让刘龙顿改生活无望 而此时 那种扭曲的思想被他逐渐放大 一个报复女人的念头 突然闪过他的脑海 8月18日的中午 最久的老刘 将手里仅有的200元输光后 再次产生了那个念头 他必须要出去干一件坏事 才能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他知道 村里的几个妇女 经常走玉米地的那段路 于是 找女人练练手的想法 就这样产生了 巧的是 当他走到玉米地的小路时 高菊正好下班经过 于是 他上前假意搭讪 陪着高模往更深处走进 高菊哪里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一个恶魔呢 等他还在说笑时 刘龙当即变了脸 直接将其拦住 并伸手扯住了他的衣服 高某毕竟是个女子 他根本不是刘龙的对手 在挨了几拳后 脑袋猛猛地被拖至玉米地 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此时他本以为刘龙会放过自己 可接下来 他才清楚 刘某这是想要他的命啊 自己如果再不反抗 可真就交代在这里 可他不知道的是 即使是反抗 面对已经疯了的畜生 也已经无济于事了 面对已经没有力气的高局 刘龙的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就好像对面是自己的前妻一样 看着自己憎恨的面孔 他最终选择做出最后一步 将高某活活掐死在了土坑里 等这一切做完之后 他甚至还想着 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再做一案 可紧接着警方的两次排查 让他感到了害怕 这才选择放弃 直到被警方抓获 我相信 接下来等待他的 将是沙锅大的花生米